主要精力放在插画上 大概是在从17年开始到现在 分成两部分吧 一部分是就是约稿需求的趋向决定的 比方说磁牌美人 当时就是编辑 他会给一个磁牌加美人的这么一个构想 然后去帮他实现 还有另外一部分 可能是跟自己的兴趣爱好会有一点关系 像我画过 在一个九神路绘本馆推出的一套 古曲系列的绘本 第一本是梅花三弄 那时候编辑拿到梅花三弄这个选题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想话 因为我喜欢古琴去了解的过程中 听说过梅花三弄的程序故事 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故事印象很深刻 一下就记住了 觉得是很新雅 很不落实套的 而且这个曲子也是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是印象非常惊艳 所以后来才会很积极地去投入做这个工作 一开始是还是去找一些讲解的依托吧 肯定还是要做一个了解 因为我们有很多词拍名 它本身这个这首词的内容和它的词拍名也不是一一对照的 尽可能去找一些好表达的就是元素 比方说这箍体验里面就把这箍拿出来 像于美人这样就很简单 很直接 直接把那个于美人的花放在这个画面里做元素就可以 所以我去年就是 就是这个金融奖 是它作品就是广灵散 广灵散它也是之前提到的那个古剧系列的绘本的 其中的一本嘛 这首曲子它也比较特别 在中国的古曲里面像它这样 情绪比较相对极端一些 而且还是表现沙发题材的这种例子是很少见的 广灵散它是有很强烈的情绪主张的 所以画的时候就定风格的时候就会考虑 怎么才能让它既适合做一个就是青少绘本的这么一个定位 然后又能跟它的曲风能够有一定的契合度 然后最后结果就是用了现在这种 从色彩上讲 颜色的饱和度都是相对会高 高饱和度用的多一些 也会用大量的对比色 用对比色的这种撞击来展现曲子的那种激荡的情绪 希望能够用更多的印象化的画面 而不是纯粹的叙述性的画面来表现这个故事 举个例子 有一篇《鸡康打铁》它那个画面 这篇呢它这个内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来介绍鸡康这个人物 我没有选择传统的那种讲故事 要告诉大家就是它的性格 它的思想主张 它为什么后来会被当时的党权的司马仕去打压和迫害 需要在这张画里有个铺垫和介绍 就放弃了那种叙事性的 就没有讲它怎么得罪小人呀 或者是怎么被人诬陷这个过程 《鸡康》也是一个挺有符号性的 挺能代表激康的一个形象 其次呢打铁的这个意象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 就是锤炼的含义 鸡康这个人物是很有人格魅力的 很有才华学识 那最重要的还是它有独立的思想 就它这些人格和思想上的光芒也是同样需要锤炼的 所以就把这个形象化的打铁的锤炼和我要表达的意思 找到了这个结合点 创作了现在这张画 对于我来讲应该生活是第一位的吧 画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事业对我的重要性可能没有画画本身对我的重要性大 画画虽然它落实它是用手 但其实画还是用脑子 只要是很投入的去做 最后把它完成了 就会有成就感了 木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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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ü 木槽 木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